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逃不掉系列 2023新上映的惊悚片 库德拉特来了 全程高能预警 影片一开始是男主詹姆斯在为儿子驱魔 小男孩惨被恶魔附身 脸色铁青 黑金密布 詹姆斯将他按在床上唱颂着驱魔的经文 却被对方反手推飞 紧跟着一个众物飞来 当场砸得他血流不止 詹姆斯很快失去了意识 小男孩则在恶魔的操控下不停的撞脑袋 等他恢复清醒的时候 小男孩悬浮在空中 恶魔则借他之口对詹姆斯留下了诅咒 詹姆斯连滚带爬的想去救自己儿子 可惜为时已晚 最终小男孩被扭断了脖子 詹姆斯则被警察当作杀人凶手 关进了监狱 他无从辩驳只能任命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恶魔早已盯上詹姆斯 除非死不然一辈子都要被折磨 他在狱中一坐就是三年 这天恶魔附身在一名狱警身上 用铁链套在詹姆斯脖子上 将他从狱中拖拽出来 詹姆斯猝不及防 无从抵抗 最终被吊在了半空 恶魔借着狱警的嘴疯狂挑衅他 詹姆斯在这时想起了已故的儿子 他拼命挣扎 却也只是垂死抵抗罢了 万幸欲有及时喊来了其他狱警 他们拉开被附身的人 詹姆斯这才能私利逃生 因为这件事 监狱出于补偿 就让他提前出狱了 无处可去的詹姆斯选择回归老家 尽管那里承载着他太多的伤心往事 可毕竟是归宿 三年未归 村子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似从前那般生机勃勃 且村口的一户人家里 还传来了诵经声和惨叫声 这户人家的小女儿被恶魔附身了 詹姆斯听着屋内的声音 想起了儿子被附身时的情形 他一直有心理阴影 所以哪怕詹姆斯会驱魔 也没有去帮忙 他很怕悲剧会重演 村民们都在为女孩送金祈福 家里人没办法 只能困住女儿的双脚 以免他到处乱跑 看着孩子饱受折磨的样子 母亲心如刀角 只恨不能替他受苦 很快女孩一把推开父母 开始用头撞击脚上的木块 与此同时 詹姆斯去了村里的驱魔师家 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如今老师傅得了重病 炎炎已息 这里全靠师兄阿里夫成长 他负责带领着新来的学徒 去给村民们驱魔 詹姆斯安顿在了这里 正说着话 阿里夫被人叫走了 是村口那户人家 只是为时已晚 小姑娘最终死在了恶魔手上 骚扰完这家人 恶魔很快就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这是村里的刘大姐 她丈夫死得早 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姐姐妮娜已经上了学 弟弟约翰双腿残疾 只能坐在轮椅上 一家三口过着清贫的日子 恶魔先从约翰下手 半人死去的父亲 引诱他和自己玩 面对儿子的诡异的行为 刘大姐一脸懵 此时妮娜回了家 刘大姐照例去跟他谈心 约翰的轮椅则自己动了起来 单纯的他还以为是父亲的亡魂 在跟自己做游戏 殊不知这是恶魔在搞鬼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刘大姐和妮娜一进来 发现约翰趴在地上 脑袋塞在衣柜里 两人忙将他抱到床上 约翰现在昏迷不醒 刘大姐被吓坏了 他觉得这个衣柜太过邪性 第二天一早就挪了出去 可约翰发现后 却变得阴森起来 甚至打翻了 刘大姐端来的饭菜 当天晚上 刘大姐发现 约翰不见了 他四处寻觅 最终在仓库里 发现了 正在跟衣柜玩的儿子 他坚称 死去的父亲回来了 刘大姐上前解释说 父亲早就死了 不可能回来 结果约翰突然暴怒 在恶魔的带领下 很快就将刘大姐击倒在地 然后飞速朝他驶来 捡起地上的剪刀 刺向母亲 刘大姐连滚带爬的往后躲 他抓住约翰的手 此时剪刀距离脖子 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刘大姐大气都不敢喘 但约翰毕竟有恶魔的帮助 力大无穷 很快就扎伤了他的肩膀 刘大姐好不容易才挣脱开束缚 他火速逃出去 将约翰锁在仓库 并叮嘱妮娜 不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把约翰放出来 时间紧急 刘大姐没来得及解释情况 就急着走了 他一路飞奔着来到驱魔师家 想找阿里夫帮忙 可是他刚好出门了 焦急的刘大姐 只能求助于詹姆斯 原本他是不想多管闲事的 但是看着刘大姐心急如焚的样子 再联想到自己已故的儿子 最终詹姆斯决定前去帮约翰驱魔 可惜他们晚了一步 不明真相的妮娜被约翰蛊惑 没忍住砸开了门锁 可当他走进去的时候 却并未看到人意 约翰躲在柜子里 劝说妮娜进来陪自己和爸爸玩 他壮着胆子走上前查看情况 被一把拽了进去 下一秒妮娜便身陷幻境 他看到了父亲母亲还有约翰 大家在为他庆生 父亲带着妮娜一起切蛋糕 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唯一奇怪的是 当刀子搁在蛋糕上时 上面会流血 而且妮娜还会感觉到疼痛 这是因为现实中的她 搁的其实是自己的胳膊 眼看妮娜危在旦夕 关键时刻 刘大姐带着詹姆斯赶了回来 他上前快速弄晕约翰成功救下妮娜 但对方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举着刀与詹姆斯对峙 他一边诵经 一边与被恶魔附身的约翰搏斗 詹姆斯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了 太极功 以柔克高被他玩得出神入化 他抓住约翰的脑袋疯狂念经 很快恶魔便被强制驱逐了出去 看着约翰恢复正常 几人都松了口气 然而他并未就此消停 回家途中詹姆斯看到一只地狱恶犬 一回头死去的儿子又突然出现 他猝不及防被吓得摔下了山坡 得亏是主角不然早死了 另一边刘大姐席恋的时候 突然发现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居然是血 可当妮娜文讯赶来时 又变回了清水 插去到不对劲的两人立马跑去找约翰 只见他躺在床上 被而被而乱蹦 眼看约翰再次被控制 母女俩赶紧把他锁在卧室 准备去找詹姆斯 结果就在这时阿里夫来了 他带人开车接走了母子三人 很快詹姆斯追了过来 阿里夫告诉他 这件事现在由自己接手 但詹姆斯不放心 他想亲手解决这个恶魔 可是阿里夫怕詹姆斯感情用事 坚决不同意 很快他们回到了驱魔所 折腾了一晚上 詹姆斯能做的只是去安抚尼娜 路上他们刚好遇到了村口那户人家 女儿的死对他们打击很大 男人怒气冲冲的走上前来 怒骂驱魔是没有一个好玩意儿 原来阿里夫一直在利用身份 向村民们圈钱 因为他的贪婪才引来了这个恶魔 得知真相的詹姆斯大受震撼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师兄是这种人 很多家庭都因为阿里夫的贪婪 家破人亡 这国人家也不例外 女儿死后母亲备受打击 最终当着几人的面跳牙自尽了 没过多久 约翰就被人带了出来 他身龙活虎的 看上去一点事都没有 见状刘大姐也终于松了口气 只见詹姆斯感觉不对劲 他质问阿里夫跟刘大姐索要了什么报酬 两人发生争执 因为意见不合 最终分道扬镳 当天晚上 刘大姐正打算跟妮娜讨论报酬的事 结果话音刚落 家里就突然停电 没办法 他只能去仓库启动柴油发电机 没想到油仓居然空了 甚至连刘大姐手上的蜡烛都灭掉了 他顿时察觉到不对劲 很快那只地狱恶犬冲了出来 一把将刘大姐扑倒在地 一番缠斗后钻进了他的体内 就这样刘大姐惨悲附身 不明所以的妮娜被支去找詹姆斯 在此期间 刘大姐被恶魔驱使者点燃了仓库 并抓来约翰将其活埋 另一边 詹姆斯找到了在做邪教仪式的阿里夫 别看他人模狗样的 其实一直在练血术 老师傅就是被詹姆斯的血术搞病的 他愤怒之下 决定替师傅好好教训这个有辱师们的家伙 两人在狭小的地下室中打了起来 都说邪不胜正 詹姆斯最终取得了胜利 此时妮娜也赶了过来 他们一路狂奔着往家跑 但约翰此时已经被买了起来 不仅如此 恶魔还在出言挑衅 詹姆斯见状立马上前与之对峙 他牵手抓住刘大姐的脑袋送金 不过对方很快就挣脱开束缚 本来想蛊惑詹姆斯 可他不吃这套 识别的恶魔只能钻进角落躲起来 等詹姆斯一靠近 就从天而降跳到他肩膀上 他拼命撞击 恶魔却始终不肯下来 而是死死的抓住詹姆斯的脖子 往他体内灌输自己的能量 詹姆斯很快就开始意识模糊 眼看情况紧急 妮娜抡起大铁锹砸向恶魔 见状她瞬间让刘大姐恢复正常的模样 妮娜一看到母亲顿时下不去手了 就在她发落的时候 对方突然发出尖叫 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将妮娜震飞了出去 虽然恶魔只是短暂的分了一下神 但詹姆斯还是抓住了机会 他将带着佛珠的手放在对方脑袋上 努力保持着清醒 然后送金进行驱逐 詹姆斯很快就压制住了恶魔 对方苦苦挣扎 但却无济于事 很快他们双双悬浮在半空 刘大姐口中不断往外吐着黑血 伴随着他渐渐昏迷 驱魔仪式顺利结束 刘大姐恢复清醒后 詹姆斯上前手脚并用的将约翰挖了出来 可谁知从里面钻出来的却是他儿子 小男孩可怜兮兮的朝着詹姆斯伸出双手 恳求他跟自己一起生活 看着重新出现的儿子 詹姆斯心中五味杂陈 他的死状至今还历历在目 詹姆斯上前将儿子抱在怀里 他也很想一家团圆 可生死有别 詹姆斯知道这是恶魔引诱自己的把戏 他没有上当 担心詹姆斯被蛊惑 刘大姐带着妮娜在旁边为他送金祈福 惨被拒绝的恶魔则恼羞成怒 詹姆斯见状则沉慎追击 上前继续坐着驱逐 此时当恶魔已然没有了抵抗之力 最终被詹姆斯赶了出去 约翰也终于回过了正常 恶魔离开后 村子的状况也逐渐好转起来 阿里夫已经死了 没有他的邪处作祟 老师父的病也渐渐痊愈 等着村庄重新繁荣起来 詹姆斯便背起行囊离开了 他要去寻找新的生活 至此全篇完 这部电影还是比较冷门的 翻译都是积烦 惊悚的地方大都是凸脸镜头 剧情的话我觉得一般般 因为故事线有点多 看起来就会显得混乱 不过总体来说 瑕不掩喻 作为一部惊悚片 它确实达到了标准 满分100分的话 我可以给个及格分 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先来点几个小时 解决 回来吧 我们先来点几个小时 这个包装 这种包装 这种包装 这种包装